我们又又又拿到了一张新显卡 就是这个 RTX4060Ti 前一阵我们已经测过了RTX4070了 那个是AD104核心加GD6X显存的卡 而今天这张4060Ti 它的核心和显存还要再小一点 那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这次我们拿到了两张卡 一个是公版的4060Ti 还有一个是华硕的4060Ti Duo 公版这张在外观上就是继续用了4070的设计 只不过颜色是换成了带点反光的银色 应该说40系小尺寸的公版皮 相比之前80和90上的大散热器确实要匀称很多 接口还是用的新的16Pin 但是它送的转接器就比较破防了 是一个单8转16Pin 看得出这个功耗应该是高不到哪去的 再来看一下华硕的这张Duo 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 它和4070的Duo完全不一样 这张4060Ti非常非常小 它甚至比公版还要再短一点 这个感觉像是给ITX准备的显卡 你还别说 待会拆开PCB之后还有更好玩呢 那我们就赶紧拆吧 应该说4060Ti公版的PCB可以称得上是极致节约了 总共就只有4加2项供电 这个用料比起4070还要省一大截 核心周围一圈是4颗海力士的GD6显存 128位位宽 中间就是超级小巧可爱的AD106核心了 185平方毫米的面积 这个核心感觉才和显存差不多大呀 整体这个PCB就让我有点想起了3050 确实有点异曲通工之处吧 那我们这次也拆了华硕的4060Ti Duo 这张卡的用料比起公版要稍微强一点 5加2项的供电规格 单8PIN供电接口 刚没拆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全场已经够短了 拆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卡的PCB绝对也是短小惊悍的存在 应该说这个4060Ti的拆解就会给你一种感觉 仿佛是在拆一张50级别的显卡 放在以前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会是一张60Ti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就得好好说一说规格了 来 我们来看一看这颗AD106的核心 它其实并不是完整规格的 笔记本4070才是完整的AD106 这颗台式机4060Ti核心一共配备了4352组Cuda 阉割了两组SM 这个核心规格甚至是比3060Ti还要再低一点了 好在得益于台积电工艺 这一代的频率高了很多 4060Ti实际跑分时的频率可以跑到2730M 性能的提升主要来源应该也就是这个高频了 另外这一代的40系有一个不错的特性 就是配备了超大的L2缓存 4060Ti给了32M的缓存 对于它这个芝麻大典的核心来说确实算是海量了 但有得就有失嘛 给了巨量缓存的代价就是显存只能用128位的了 由于不像4070那样使用GD6X显存 4060Ti的GD6显存带宽只有288G每秒 大小也只给了8G 感觉对于这个级别的卡来说还是寒酸了一点 重缓存轻显存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40系的设计思路了 NV的思路其实就是通过巨型的L2缓存 尽可能提高缓存命中率 减少对显存的访问 这样的话显存带宽的瓶颈就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就能够光明正大地用更烂的显存 实现近似的性能了 以此降低显存功耗 以及节约成本 哈哈哈 哎呀 要我说这个128位还是太良心了呀 以后干脆就只焊一片显存好了 弄成32位显存嘛 再省一笔钱岂不美哉 但这么干的其中一个结果呢 就是游戏在低分辨率下的表现会更佳 而高分辨率反而会不太行 那这张4060Ti会不会也是延续这种结果呢 我们赶紧来跑一下测试看看好了 首先就是3DMark Time Spy的测试 4060Ti跑出了13402的图形分 好像比3070还要略低一点的样子 这个性能怎么说呢 提升确实有点小了 当然了以40系的套路 这个性能可能没强多少 但是功耗肯定是很漂亮的 果然4060Ti我们实测 跑分的时候整卡功耗基本上是维持在150W左右的样子 远远低于其他几张显卡 这个大概是为数不多 可以原封不动直接撞上笔记本的60档显卡了 在这么低的功耗下 那温升表现自然也是还可以吧 尽管起始温度要高于4070 但最终也没有超过70度 和3060Ti的公版比起来 温度确实要好看不少 跑过2K的测试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4K负载的Time Spy Extreme 这里4060Ti的性能就比较惨了 基本上是介于GD6X版的3060Ti和3070之间 这张卡确实不太适合高分辨率 不过得益于40系在光追方面的改进 4060Ti的光追性能倒是要比3070强一些的 那么在实际游戏里4060Ti又会是怎样的表现呢?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跑几个游戏看看好了 首先就是热门的FPS网游Apex啦 像Apex这种竞技游戏 很多玩家还是希望有一个高帧率的 那么4060Ti在这里如果跑的是1080P的分辨率的话 表现到这还行 平均163帧打平3070 当我们把分辨率提到2K之后 4060Ti就不如3070了 好在差点也不多 游戏可以跑到2K120帧 而在4K下4060Ti的颓势就会进一步放大了 并且它和4070的差距也是拉得非常开啊 另一个FPS游戏 COD的《现代战争2》 这个游戏对于新卡来说算是极度友好的了 40系在这里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4060Ti如果在1080P下和2K下 都是可以轻松打赢3070的 2K如果不开DLSS是可以跑到77帧 开了DLSS的平衡档之后可以做到2K120帧 可惜4K的表现还是差点意思 不开DLSS只有42帧 逊于3070 只有开了DLSS降低了图形负载之后 才能赶得上3070 应该说COD就是这个里面4060Ti表现最好的一个游戏了 你像我们玩的另一个网游 FF14的话结果就比较惨了 1080P下4060Ti还能保有一些颜面 烧性于3070 但比起两张3060Ti稍强一点吧 而到了2K下3060Ti就不太行了 性能甚至是输给了3060Ti的GD6X版本 仅仅比GD6版本强一点 而在4K下 它的表现还不如普通版的3060Ti 这和COD是形成了鲜明对比了啊 接下来我们玩一些3A单机大作看看好了 像是赛博朋克2077 这算是压力比较大的3A了 果然哪怕在1080P下 不开光追还能有个98帧 开完光追之后只剩下45帧了 倒是得益于还不错的光追性能 虽然帧数很低 但是4060Ti总算是没有被3070掉着打了 并且2077也支持DLSS3的补帧 补完帧之后有个74帧还算是能玩 那我们把分辨率提高一档到2K下 这个难度就有点大了 4060Ti哪怕就算不开光追 也就刚满60帧 这个其实没有比3060Ti强多少 开了光追之后直接暴跌到25帧 这里我们也测了一下DLSS平衡档的增强 差不多能把光追的帧数拉回60帧吧 开光追的表现倒是和3070接近 然后再开一个补帧的话 可以进一步跑到81帧 看着似乎还凑合 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和4070比的话 这个差距还是天差地别 4K就更不用想了 4060Ti在4K下真的是和3060Ti大差不差了 并且由于爆了8G显存 你根本没法通过补帧来改善性能 这个卡还是乖乖玩1080和2K吧 接着我们跑了地平线5 这里面4060Ti倒是还行 1080Ti跑出了接近120帧 强于3070 到了2K下4060Ti仍然是略优于3070的 这个是不借助DLSS的表现 反而开了DLSS之后 这个游戏就存在一些bug了 没有办法正常发挥性能 还不如不开 再把分辨率拉到4K之后 4060Ti总算是被3070给赶上了 不过平均跑66帧还算可以接受 毕竟这个游戏主要是给XBOX开发的 硬件要求也不算太高 不过接下来这个游戏就非常吃性能了 霍格沃兹之一 4060Ti在这里是非常惨的 哪怕1080P下如果不开光追 它也就是个普通3060Ti的性能 没打过3060Ti的GD6X版本 借助良好的光追性能倒是可以扳回一层 其实这个时候帧数也不算很高 平均50帧 再开个补帧倒是可以有80多帧 还算流畅 我们再来看看2K分辨率 又是一个鸟样 和3060Ti差不太多 不开光追跑67帧 开完光追是接近3070吧 但是这个游戏的压力太大了 开了光追之后还是得有DLSS才能把帧数拉上去 2K开平衡档DLSS有一个64帧 再开补帧的话可以拉到91帧 4K这个游戏基本就不用看了 报显存是报得干干净净 基本上满屏的贴图延迟了 你4060Ti就算是DLSS加补帧都不够用的 4070都不敢说自己流畅 咱们来看一下大表哥2吧 1080P下4060Ti是接近3070的性能 而到了2K下就慢慢被3070炮开了 不开DLSS75帧 开了平衡档之后是94帧 4K下表现进一步下滑 输给了3060Ti的G6X版本 不过这个毕竟是5年前的游戏了 开DLSS的话倒也能够满足4K60帧吧 接着我们还测了一个优化不错的新游戏 生化危机4的重置版 这个里面4060Ti倒是能够发挥出来 1080P略赢3070 开完光追能够跑一个95帧吧 2K下是略输3070 开完光追68帧 4K就没什么可说了 由于这个游戏没有DLSS 这个级别的卡很难跑流畅 除非你开FSR 最后我们也测了一个地铁增强版 这是纯光追的游戏了 虽然我想说4060Ti的光追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可惜它这个游戏里面 在1080P下都输给了3070 分辨率开到2K之后 倒是可以和3070打个平手 但想要流畅的话 你还是得开一个平衡档的DLSS 这时候还是要比3070弱一点的 4K下这个级别的卡基本上就跑不动了 除非你开非常激进的DLSS 还是别为难这些终端卡了 总结一下 3060Ti在2K分辨率下 相比3060Ti提升了大概10%的光纤化性能 而光追的性能提升是15% 相比3070表现就有点惨了 不管开不开光追 它都要比3070差个3%到5%的样子 1080P和4K的表现我也放在屏幕上了 应该说这玩意儿确实在4K下惨不忍睹了 而1080P反而是它表现最好的一档分辨率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矛盾的 毕竟愿意花3000多块钱买显卡的人 到底还有多少用的是1080P的屏幕呢? 姑且不说4K吧 有这个预算的玩家其实很多人还是用2K屏的 对吧? 这个卡在我看来理应是以2K为目标的嘛 砍显存砍到1080P最强 我觉得是有点过头了 那再来看一下专业性能的表现好了 40系显卡一直以来在专业性能上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不过以4060Ti的规格 恐怕和不少优势都无缘了 你比如说像跑Adobe的PR和AE 包括还有达芬奇这些 它甚至都是激励贺群的存在 在座的所有显卡包括3060Ti都比它强 这玩意好像真的不太适合视频创作的样子 好在借助新一代的NV-Ink编码器 视频转码这一块表现还不错 基本上和4070是一个性能 3D渲染这一块一直是40系的拿手好戏 这次4060Ti在Blender里倒是延续了优势 而OC渲染器的表现就不那么强了 基本上没有比3070快多少 游戏开发方面测了Unity的光照烘焙 它是略快于3070 而UE5的NANET窗口预览里面 它和3060Ti的GD6X版本半斤八两 有的观众很关心一个项目 就是Stability Fusion画猫娘的表现 我们也测了 基本上也是和3070差不多 反正和4070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最后我们也跑了一下Specviewperv的公用软件套件 4060Ti的表现算是参差不齐吧 像3DS Max它就是吊车尾的水平 而有一些40系的优势项目它跑的就还可以 不过在极客湾这里不整活肯定是不行的 首先超频肯定少不了 这张卡的核心超到3GHz还是比较容易的 显存可以拉一个1500 最终我们跑到大概11%的超频幅度吧 能超但是只能超一点点 然后就是我们40系保留环节 节能减排的降压测试 通过调节曲线 我们最低可以把这张4060Ti的功耗 压在90多瓦跑出12400多的成绩 这个节能确实是相当节能 不过这个降压可能没有之前那些那么震撼 毕竟我们在笔记本上已经见识过这种表现了 好了 4060Ti这个卡呢 说实话测得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相比3060Ti的性能提升有点过于保守了 10%出头的换代升级实在是不痛不痒 可能也就低功耗和DLSS3这两点比较有感知了 如果以核心规模来讲 其实它更像是一张4060或者4050Ti吧 首发价格也是让人面露难色 这个卡的8G版卖到3199 甚至比3060Ti当年的2999还要再高一点 两年下来都没怎么提升性价比 你现在把它放到市场上 我觉得它更像是用来促销老卡的 赶紧把这个3060Ti肌肉插给清了 是吧 是这种感觉啊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张4060Ti应该卖多少钱呢 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发在弹幕和评论区 咱们交流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4060Ti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得够好的话 也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宽安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 极宽安的店 看一看各种周边 衣服还有鼠标店这些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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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